本港多家銀行 今個星期日營業 協助市民登記現金發放計劃 有理財顧問就建議 資金投資應該以分散風險和保本為主 政府一萬元現金發放計劃 星期日起接受申請 除了網上登記 多家銀行當日9點至5點 都會開放全線分行 市民可以即場登記 這萬元最快7月到手 市民又會怎樣花呢 有理財顧問說 教年長的市民可以將資金投放在基金 或者債券等較穩健的投資 可以分散風險不同的東西 就算港股、美股、債券都可以的 但是年長的人就不行了 他可能生活都需要一萬元 去幫我做支持 所以他應該是保本收息為主 債券基金就風險比較低 一萬元3.50元 有幾百元的收入 其實都可以一個額外的 零用錢好過白銀行存款 不過他提醒 市民若果失業 應該重新檢視財政狀況 減少不必要的開支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儀報導